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个人啊 没什么事 一个人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你去多岁 好 那我先挂了 我有点事 什么你就一个人啊 谁给你打电话 我都不方便介绍一下我 不是 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回家 那你送我回去吗 我跟你一起回宁波 我最多送你去高级站 那你 那也行 那你送我 行 我有点饿了 那赶快去我咱俩吃东西 哎对我这有个香肠 那你先吃店一下 你怎么随手能掏出来的香肠啊 这是我最近刚在抖音商城路的双汇 泡面拍档香肠 嚼劲有口感出门休闲必备 开袋及时 这么几大包还不到几块 还有好多出游好物 和零食都特别便宜 还不到一杯奶茶前 路上多备的零食 特种兵行程也不怕了 点商城搜索春季出游 零食推荐或直接点击我的评论区 就一键入手 我的同款出游零食了 还能一分钱抢戴森吹风机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特别划算 我也带进评论区囤一搏 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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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到哪里 看招呼 头发拿一下 脖子真像啃一口 哇 凌波是要去演戏啊 对啊 西周早上 演了什么 演女明星 这是女明星的假女明星 那女明星不是女一号才会演吗 真的啊 他那个找的演员 就是去演网红和女明星 然后我就分到了女明星 演员性演戏 提前不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电视剧 但是他可以加他自己的角色 还有台词 那你形容一下你的角色 女明星 然后呢 然后粉色出演 那你直接让你去 你脸刘亦菲年轻的时候不就好了 没素质 每次就都迈过去 哪个 喜爱吗 便宜你们班的臭小子 凭什么可以和你一起上课 因为我们 我们去认真学习好吗 我也给人家学习 那你也来报我们班好了 我不能坐在后凯 直接去听课吗 我们这个好像不行 为什么 因为小班 没事我也不大反正 你带身份证了吗 带了呀 我看你身份证有没有带成你室友呀 好 别逗我了好不好 我好好看一眼 不给 看不看吗 你不知道我看你在哪儿 你舍不得 反正明年你就回来了 而且还说我是舍你 一日不见有点感情 这是最有文化的一集 不愧是大学生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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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那我舍不得 还早呢 还有十分钟呢 十分钟到了呀 你还不走 你这么直接想让我走啊 你这么直接想让我走啊 我怕你赶不上车嘛 那我走了 明天见 明天我来接你 走了 拜拜 拜拜 拜拜